55岁以后睡太久会短命 死亡率恐增2.4倍 你每天睡足8小时吗 小心一旦过了中年 千万别睡这么久咯 国内最新研究发现 中老年人每天睡8小时以上 5年死亡率增加2.4倍 台北荣总原山分院高龄医学科主任李威如 收集937位 年龄在54到87岁的中老年人 把他们的睡眠时间分成每天少于6小时 6到8小时 以及8小时以上3组 追踪长达4.7年 结果发现单纯睡太久会增加死亡风险 每天睡超过8小时者 5年死亡率比每天睡6到8小时者增加2.4倍 睡眠少于6小时则对死亡率没有影响 研判可能是睡太久容易造成身体活动不足 而且睡眠品质不佳等增加死亡风险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刊登在日本老年医学会期刊 我们这些研究很特别的是 我们把疾病的这个状况疲倦的状态 以及发疑的状态都做了矫正 说这之后得到结果是一次的 就是还是会影响 如果家里的长辈有到515岁以上的人 所以没有从8个小时以上的 我们就建议他睡觉时间稍微一点短一点 事实上睡6-7个小时 对身体健康反而相对是最好的 对啊 等于4个小时跟超过9个小时反而都不好 就午觉我们并没有那么反对 其实不要超过30分钟 医师也建议中老年人白天时多晒太阳 散步 适度运动 可提升睡眠品质 才能睡得少又睡得饱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